宾州首长林冠英今天在宾州议会上宣布 州政府将拨款1亿令吉成立冰城在出发 正在单位来协助灾民早日重建家园 包括一次性发放500令吉给受影响的家庭 任何在水灾中损坏的政府文件 比如地气都可以向相关政府单位申请免费重发 同时给予各产业门牌税折扣10% 由于居民需要大量用水来清理家园 林冠英也宣布 全宾州家庭用户两个月的水费将获得50%的折扣 商业用户则折扣25% 以及豁免水源保护费 对于无法在第一时间内提供救援 林冠英今天也郑重地向灾民致歉 另外移民局总监务司打法今天也宣布 从明天开始到12月31号 移民局将免费为宾州水灾灾民更新或承办护照 他表示灾民只要领着遭水净坏的护照 或者警方报案书证明护照在水灾中遗失 就可以免费更新护照 不过这项服务只限于宾州内的各移民局办事处 以免有人羽目混珠假扮灾民 那对于坊间流传 冰城接下来的就是两天后 就会再度遭遇这个暴风雨 气象局总监今天是发文告否认了这项谣言 说气象局并没有探测到有这个暴风雨 即将要袭击冰城的 所以他就呼吁民众不要散播不时的消息 如果有任何疑问 可以透过气象局官网去了解最新的天气预测